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是微波視頻的單元 那今天呢 我們有高義妹妹來 做開場 剛剛在開拍前他都不過來 我剛剛一按下開始他就跳上來了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吃的東西是我一直都想吃 但是我一直沒有去買 因為我想說要留著拍片用 不然吃完都沒有什麼新鮮感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 黑松露海鮮起司飯糰 那這個應該算米漢堡啦 因為他這個上面是上面飯中間料嘛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看到很久了 然後一直沒有買 因為他蠻貴的 他這一個就要59塊 那以前呢一個這種微波便當也是要59塊 但現在呢不一樣 一個米漢堡59 這個99 這個相對便宜啦 因為我要看到其他這個包裝的要109塊 那今天這個咖哩飯呢 是COCO一番屋的炸雞排 那這個咖哩飯呢是COCO一番屋的聯名款 那坦白說齁我對COCO一番屋的咖哩飯真的沒有什麼太大興趣喔 因為我以前 高中大學的時候有去店面吃過 但不是我的菜 對我來講他有個味道 但是 我覺得他這個包裝做得很成功 所以讓我會想買他啦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先來吃這個米漢堡啦 那這個米漢堡呢 是老邪珍的聯名款 我剛剛才發現 這個是實在是有點燙喔 那我要跟大家講如果不喜歡松露的話就不要買這個米漢堡因為 這個味道非常重 微波前呢他拿起來像一顆很硬的球 微波後呢 整個那個微波爐前面充滿著松露的味道 OK那我現在把他打開了 這個看起來實在是有點 呃 這個大家先看好這個樣子 再看另一面 這個麥相實在 哎唷 哎唷 松露也真的很重 這個麥相看起來 十分的 糟糕 OK 這個有點燙喔說實話 那我們就直接開動了 這蠻燙的 這要怎麼拿比較好 喔 休休 好燙 好燙 喔 起司味 松露味道真的蠻重的 然後我咬下去第一口 除了很燙以外 反白說我覺得這味道蠻好吃的 黑松露跟起司的味道呢 到吞下去的時候嘴巴還會有那個魚韻 它裡面海鮮其實蠻多的 我剛才咬下去啊除了蝦子花枝還有貝類 貝類的味道蠻重的 但是這真的很燙 我覺得這個包裝很失敗 到底要怎麼拿 怎麼拿都不對 真的 有多燙 那這個漢堡呢 覺得它的米 非常的好吃啊 我覺得 他們家的微波食品的米都還蠻不錯的 就是他們都可以做到微波完之後不會太硬 然後也不會太鬆軟 那這個吃起來我覺得還蠻棒的 就是有點燙 然後這個漢堡真的很賤 大家可以看到一開始呢 他周圍 全都是料 但是 這邊是中間 中間就沒什麼東西 但是這個一個要五十九塊 實在是 有點 買不下去 吃完了 我剛吃之前是不是忘記唱名了 我們再講一次喔 老邪爭 黑松露 海鮮 起司 蒸米堡 起司三重咒 海鮮總會 義大利黑松露 真的蠻不錯的 剩下我們總結在講 OK那現在來上我們的主餐 Coco一番物的炸雞排起司 咖哩 焗飯 這個要九十九塊 那我覺得要換了一個 這個包裝了 這個包裝讓我就 有種很想購買鯉魚網 不然我平時是對Coco他們家的東西 不太感興趣 OK那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呢 就是一塊 兩塊三塊 四塊肉 然後 三黃飯 花椰菜 跟咖哩醬 那其實原本呢 是想買木曜市超人聯名款的義大利麵 但看到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就想買 可能腦袋抽到吧 但搞不好很好吃也說不定 那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這樣挖起來 就有牽絲喔 那這個效果是 做好做滿的 這個呢 無關聯名款了 基本上呢 他就是掛羊頭 賣狗肉 這個味道呢 基本上就跟 7-7的咖哩差不多 那這個雞肉呢 吃起來也是 但是我覺得他 比平常的微波斯品的 炸雞排 還要柴 喔 好大塊的紅蘿蔔 剛剛吃進去那個花椰菜呢 不知道什麼 它那個菜的那個腥味 特別重 這個我從 GoPro的小鏡頭看起來好像 好像 好像米田共喔 那我現在吃到剩下一點點 開始覺得有點膩 我在想是不是前面有吃那個米漢堡的關係 反正現在吃起來有點 太油太膩的感覺 有點不太舒服 OK我們終於吃完了 那這一餐呢 我花了大概207塊 米漢堡59 這個99 那這個最近有特價49 207 實在是已經 脫離了當初微波斯品的那種初衷 就是便宜方便 現在就只有方便而已 好 那今天這個做個總結 那個米漢堡 我個人應該是還會再買來吃 雖然說他 蠻燙的 也不知道怎麼拿 但是那個味道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 我個人是蠻喜歡 送入那個 臭味 然後他起司也給了 夠勁 配上這個呢 可能是 真的是 太多起司 所以 我現在有點膩 有點反胃的感覺 那Coco一番或這個呢 我覺得他就只是 換了個包裝 掛羊頭賣狗肉 他實際上還是 7-10他們家的 微波斯 這個呢 我是不會再買 因為我說過 我如果 吃咖哩的話 我通常都是直接吃 7-10他們自家的咖哩 我不會去買聯名款 或者是比較特別的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 嘗鮮看一下 好啦 那 喜歡影片的話 幫大家喜歡分享 以及訂閱 基本上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我應該是在 和歡山上面的 那 也是一場苦戰 因為 這次的旅遊 我們店裡 頭髮很久 沒想到 這六日 要變天了 我們剛剛要上和歡山 就只會有 1度到10度 那 祝我騎車好運吧 那大家 下次見 掰掰 掰掰